前几天家住在长春市熔顶康城C区的于女士遇到了件让她气愤的事 当天带着三岁的儿子乘坐电梯 结果电梯突然发生了故障 于女士的母子被困在六楼和七楼之间 被困的时间还不短 而事发后小区物业处理问题的态度 让于女士是既伤心又生气 11月24日 于女士和往常一样 带着三岁的儿子刚刚买菜回来准备回家 不料在乘坐电梯时 却被困在了六楼和七楼之间 当时第一时间我按铃的时候第一声响的 再按铃他就不响了 打了几个就没打通 然后包括不业的 他们都是休息 然后就打不通 最后一个是打通的 当时门尾来的时候 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出去 他说在那个 等会儿呢 我给你叫电工 电工来了 给接上电了 就给你整出去 抱孩子 我坐下 别坠下去 我就坐到那个锦里边那个脚 到我跟前那块 就是门外是两个人说话 然后他说那天是那个 变压器着火了 起初余女士以为是电梯停电了 后来听说是变压器着火 余女士瞬间慌了起来 我要求那个门尾给我报警 他说的那个 这个报警不能报 然后他说这个我们得跟我们领导 那个协商 我们领导同意了 才能给你报警 那个门尾说的 自己家人我还能打个摇零 这谁能给你打呀 我儿子在里头 他觉得哭嘛 他就抱着我大腿 他害怕 当时是被困是将近一个小时吧 然后就是这之间就是说物业根本就没有帮助 我是说怎么那个采取措施救援呢 什么都没有 非常的生气 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个人生命安全 那么事情是否像云女士说的这样 物业公司又是什么样的说法呢 为了了解更多情况 记者前往了负责荣顶康城C区的 长春市一程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我们现在主管和经理都不在 我也没啥回答你 那要不然这样吧 我把我的电话号留到咱们这个物业这 第二天下午物业公司的高经理给记者打来电话 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当时在三点钟中的时候吧 西区六栋有个那个高压的变压器 突然之间那个就是着火损坏 导致的从西区移动到西区十五栋全部断电 对面一断电以后第一时间我就是通知保安 马上就是所有人员都出去 看看电梯有没有人 困人马上进行抢救或抢修 那个女士跟我说 她被困的时间可能是从进去到出来是一个小时 咱们第一时间去抢修的时候 为什么还用了一个小时 然后这个业主才出来 根本就没有再说的 半个小时左右吧 她就出来了 物业的工作人员说 事情发生后 她也向余女士进行了道歉 但是余女士提出的条件 物业公司无法满足 接下来也会继续找业主好好沟通此事 要求我物业公司给她一个书面的道歉 给骗她们在门上 二十场要求减免一年的未费 我说这个事我肯定做不到 我再跟那个业主他协偿一下 给那个业主来说 给个补偿啊 或是那个道个歉的 这都可以 盛阳东市 英杰 鹏飞报道 请不吝点赞 鹏飞报道